你好吗,我是李磊 今天我们要来讲这本书 傲慢与偏见 这当然是一本名著 它是1813年正式出版的 两百多年来 一直长销不衰 这个版本的封面上就有一句话 说写给年轻人的婚恋指南 我将永远忠于自己 披心带跃奔向你 很然,对吧 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这个故事依然显得非常的年轻 那可能是因为它 对应了我们的现实 那傲慢与偏见 里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发生在英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 在一个乡镇上 有一位班内特先生 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他们家有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这些女孩子们 都到了将要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他们的性格选择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 来讲给大家听 那我有自己的角度 那么多关于爱情的小说里面 这本书也显得与众不同 比如说关于婚姻 读过这本书的作者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那就是 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 而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你会点头对吧 那关于爱情呢 这本书里说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拥有浪漫 也就是说爱情是要靠一定的运气的 她还要靠一些能力 并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那关于性格呢 因为傲慢 你无法爱上我 因为偏见 我无法爱上你 这本书的大女主叫伊丽莎白 她是班内特先生的第二个女儿 跟身边的姐妹花们比起来 她不是最漂亮的 她显然也不是性格最好的 而且她显得有点暴躁和刻薄 那伊丽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她天性活泼 头脑聪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 这本书里描写到的一个真相 感觉非常苦涩 那就是 不管这个女孩子 你多么有内心世界 然后你多么的有智慧 但你始终在被人挑选 在婚姻这件事上 想要自主 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从两百多年前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 但是敏锐的伊丽莎白 从来不接受命运的安排 她从头到尾都知道 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她也没办法接受 说我会一辈子都困在 别人安排给我的婚姻里面 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情 她是要掌控自己人生的 所以她拒绝了 所有门当户对的追求者 这其实也是 Jane Austin真实的内心写照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最后却得到了 全英国人心目中完美的情人 达西先生的爱慕 为什么 首先 爱情并不是傲慢与偏见 这本书的唯一主题 在这本小说后面三分之一的篇章 一直是在强调 伊丽莎白 也就是女主角的自我成长 她就是在反复地Q一个命题 作为一个女性 你真正知道你是谁吗 傲慢与偏见 最核心的故事并不是爱情 而是一个女性的成长 那第二呢 很多人把傲慢与偏见 就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灰姑娘的故事 但她和灰姑娘故事非常的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灰姑娘就是凭着美貌 纯洁和天真吸引了王子 但伊丽莎白在容貌之外 她具有非常独立的人格 和精神上的尊严 她对于爱情和婚姻 有自己清醒和坚定的认识 所以当她遇到了王子达西先生之后 她们首先互相看不惯 叫互怼 接下来相爱相杀 然后终于能够平等地对待彼此 两个人怎么样呢 同时克服了自己性格上的一些缺陷 然后跨越了阶级 收获了完美的爱情 听起来好甜对吧 所以只要一个女性 想要去掌控自己的人生 在这本书里 你都可以得到启发 傲慢偏见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说人身上的变化那么多 你永远可以在她们身上 看出新的东西 这就是重读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也会觉得特别的满足 因为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 不是相貌 不是年龄 不是财富 也不是冲破了重重的误会 它们是完全门当互对的结合 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高度匹配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提前通过博览群书 通过自己的主见 通过清醒的思考和智慧 把自己打造成了精神上的豪门 所以她才配得上 那个高富帅的达西 而且看到这里 我们也终于回到了 这本书最为打动人的一点 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 它讲的是一个人在爱中 最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成长 这恐怕才是傲慢与偏见 这么多年来都受到 大家普遍喜爱的真正的原因所在 感谢观看